第一步,穿模如何穿 把穿模的杆打开 然后模,这样是散热器的 这里都有穿模的示意图 我给你拍一下模怎么穿 然后落到前面这一根 看没有,把这些都可以掰开来的 打开,打开 从这一根穿过去 然后从这里,这单中落下来 夹到这单中,夹到这单中 然后再落上来 再绕上来这里 然后再绕下来 这样绕下来,然后再绕上去 再绕下来 绕上去,绕下来 然后 这根杆 把它撑开,看到没有 嗯 反正敢把模撑开来的 然后从这里 落下去 这个可以调模的松紧度的 从这里 松了往上,松了往上调,往下架 然后再从底下穿过去 从这里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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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窗模 开机 这是开机界面 这是定义安指示表 我这就开机了 嗯 这个 这个是行程长短 这是行程长短 你长面放进去 磨切的多 跟少 然后是用这个来控制 然后这个是分切的时间长短 就 这两个压下去的时间长 跟短 嗯,时间越长,压的时间越久 越短,压的时间越慢 嗯 这两个 是温控仪 就是温度上升到你设定的温度之后 嗯,然后开始工作 嗯 然后这个是观影 嗯,观影 控制观影的 这个是上下观影 这是左右观影 你看 这是左右观影 然后这个是上下观影 嗯,然后一般 薄一点的产品 是用上下观影 厚一点的产品是用左右 观影 然后这个就是 手动跟自动的切换键 你在调机器的时候 要把它切换到手动 嗯,然后这个是 手动分切 按一下 它会这个,这个杆子会降下来 嗯,然后这个是 顶动拉膜按一下 它膜会拉走 这就是基田开关 啊,这就是基田开关 出现问题,这按下就是基田开关 嗯,这个也是基田开关 嗯,这个也是基田开关 接下来是收缩机啊 收缩机也是这样子的 嗯,这个是定量开关 嗯,把它打开 这是定量指示表 这个,是里面那一个风扇 风扇 嗯,这是速度 这是输送带的速度 输送带速度 这样就快一点 嗯,这样就慢一点 这样就慢一点 嗯,然后这个 就是里面那一个风扇 上面有一个风扇 风扇大小 大小 然后这个就是 风扇的开关 这是关掉 这样打开 然后这是温控 温控 设置温度上下 好,明天 咱们在这儿 水里面 就应该来讲 好不好 是 对 水里面 成功 水里面 水里面